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們是如何選擇或怎麼找實習公司的? 以前看展覽的時候看到就發現他們做的東西好像蠻有趣的 一直都有在Follow他們 我是給有帶過我們的設計老師 然後我一看他的公司的作品風格是不是我喜歡 畢竟風格自己喜歡的進去才會很開心 我就是實習兩次 然後第一次就是帶好請問有沒有可以實習機會 然後第二次是因為比賽 然後最後就是你也問說有沒有興趣來他們公司實習 對 我也是實習兩次 就是我透過我班人可以介紹 然後第二次就是學長的介紹 我也是實習兩次 然後第一次是有認識的學長 他看到老師然後我找他 然後第二次是老師介紹 第二題 面試實習公司的時候有沒有覺得 有什麼paper可以教大家會比較容易上 有禮貌 然後就是要先去大概看過老師他的作品 然後就是因為你會去那裡實習 表示說你真的很喜歡 然後就可以誇獎說我覺得你公司的東西做的實在是太棒了 就是傳到什麼都真正 要有自信 然後展現熱情 用中的也要裝出來 第三題 履歷怎麼寫 或者是你作品集放了什麼東西 會比較吸引老師 錄取你 會覺得作品集是佔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在挑選作品的時候 就是要真的是覺得很好再放哪裡去 不要把學會作為一個放哪裡去 光學育力表 光學育力表是一張A4的牌板 然後 就是把自己上的場所先寫進去 然後跟自己過往 有什麼工作經驗 或是一些活動的經驗 或是得獎的一些東西都寫進去 讓你 讓我還可以直接看到你過去 就是 就是我的 我讓他自己 想要用一些選擬讓他的息息出面 我覺得 因為我們設計器 我覺得比起場面大樂的那個履歷 我覺得作品集的豐富程度還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把自己最厲害的作品放到作品集上 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公司上了兩三間公司的話 你會怎麼選擇 我當初走不好聽見 可是這是真的想要 然後就很想 我覺得大小公司都可以去試試 就是相當的規模 還有設計方法 因為大公司它可能就是會 比較專業分工 那小公司的話 你就可以什麼事情都做不到 所以就可以看你自己想要 先嘗試什麼 然後去 去投育力 去學公司 第五題是 實習的時期 大部分都是有參與設計 還是只有幫忙繪圖而已 我主要就是 圖面上的位置 因為 畢竟我們剛才猜 然後設計計算是比較順手 所以說 主要都是圖面的位置 跟去施工地帳量等等 就是 也是可以看到一些黃工的案子 這樣 我兩次實際是不一樣 第一次是小公司 第二次是大公司 然後小公司的話 是比較是 可能是老闆改圖 需要你做什麼 然後從兼工裡面站立 他就是有 他自己規定 他想要的一個感覺 然後大公司 他是一個美商公司 所以他比較是可以 讓你去發揮你自己的要 他們是希望可以 就是聚集大家的點子 所以他會讓你自己去 做你的設計 就是大家討論的一個方向 那你試著自己去嘗試 就是這樣 然後我第一次實習的話 就是一直在畫平面圖 然後這裡就是設計面的話 就要找相關的一些圖面 就是讓老闆參考這樣 第二次的話就比較 像石桌面的 就會一直去工地 要幫忙那些石膚障 之類的 今天我提示 在實習的時候 你學到了什麼 有哪些是學校學不到的 或是哪些是 你想在實習的過程中 想學但是你沒有學到的 除了太多工 就是一看的方式 像是說 我覺得在學校學不到的 是應該在工地學什麼 就是很張揚一些 我應該不是選到一個技能 應該是選到一個工作的一個難度 就是要更年輕的 面對病人的避免避性 然後你講出來的話 我覺得 應該還是要適時的 要同人開口去問 就是不要說 進到新環境就是畢數 不太敢跟人家溝通 就是我覺得遇到 真的不會的時候 就要問 然後才不會說 你做事上還有那種 就是很美這樣 給人家不好的影響 我也覺得就是 你不懂得要問 然後可是 因為他們其實很忙 所以要教你的時間 就是你不能同樣的問題 一直問很多次 所以你可以試著 可能是錄影或是錄音 或者是你手寫下一個方式 然後把他們就是教你的東西 先趕快寫下來 然後學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 整個流程 就是有時候幫忙 都是一些部分 應該不能就是從 就是平面遇到施工 因為我們施工 是很短的時間 會 會 會失望吧 踢起來跳 光景就是緊張的晃 我覺得是要看公司 而且就是 你會一直覺得說 我努力四年熬夜完 我可能畢業就可以不用再熬夜 可是你去公司中 你會發現 你是不得不留給那裡加班 就是他如果自己的責任值 但是這其實得看公司 就像我第一天公司 他們可能我們家庭都夾到凌晨 然後你可能睡幾個小時 早上9點 你要要宣布在公司大開 但有公司 他就會比較是傾向合作關係 就是你用不完 大家會幫你 所以其實還是要自己選擇 自己比較適合的融資 對 我第一個 我第一家十幾公司的話 我是 就是會產商 每一天就很忙 可是我去到那邊 就覺得我每一天都 就是很無聊度 我每一天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因為是學姐介紹的 他就騙我跟另外一個實際程 說很好玩 結果我們去到那邊 就超級累 對 第九題 實習師遇到最大的抵探挫 是什麼 因為我們是很多實習生進去 然後我是年紀最小的 我就一直覺得 他們都很比他 然後應該你會覺得 自己能力很不足 還蠻蠻夠的 但是我覺得要自己調整性感 而且我覺得 其實別人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用努力 保持積極的孩子 就好 好 我覺得應該是普遍的位置 因為 就是 因為你畫 每一張 十公尺都是 那個案子 真的要剪出來的 所以說 其實不太得蠻蠻蠻 所以我覺得 然後一直畫的錯這樣 所以說其實 蠻大的錯 這樣子 對 第十題 實習的最大收穫 我覺得就是 學大家怎麼分其他小女生 其次 然後 其他就是還有一些 一些軟體上的操作 像歐洲片的話 我們之前就是沒有學過 什麼沒有反應 就是 他沒有我們是教我們 對 他有一些 用地上的那些實作 就是 其他我們是會很熱心的把 就是他們怎麼去用這樣 對 通過的話 我會有認識到一堆 考慮的同事 可能有沒有 到現在有點聯繫 然後 他有就是 有完成一份 事後 有開心 我覺得 消費是哪 空的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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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覺得應該是 認識蠻多 業界的人 的同事這樣 然後會瞎咪 然後就是會互相照 這樣 然後就是 就是 非常沒有 還說 我覺得也是 看情感是 很堅實力 然後就越來越大越來賺錢 這件事 所以就是學會要 跟人家相處 溝通 就可能這個同事走路 你還是說 我好 我等一下會用 對 就是你在人際溝通相處上面 你們學習到 是跟學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學校人家小型車會再慢慢點 大多數為了要工作 賺錢 是一個目標去想 在做的東西 我們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